大家好,我是老白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一台装置了MD-RUN9-6900HX 能够唱完1080P游戏的迷离小主机 Blink-0K-GTR-26 大家期待的MD旗舰迷离小主机 Blink-0K-GTR-26终于上市了 这个型号装置了MD目前最强的标压H系列移动CPU RUN9-6900HX 内置MD强大的核显JDR680M 双通道DDR5内存4800MHz 视频8K60Hz显示输出 2.5G千兆网卡加WiFi6E 打开来看一下 这就是主机 168x110x43 不到0.8升的体积 真的非常秀真 主机和所有的配件都在这了 电源线 短HDMI线 长HDMI线 显示器 背架和螺丝 说明书 最重要的是这台电源 49V 6.32A 一共120W功率 对迷离主机来说绝对算一块大功率电源适配器 和我们上周测试的i5-1235U的电源功率是一样的 可它要对付的是AMD-RAM9-6900HX 我们把小主机取出来 机身接口 前面板 电源开关键 USB 3.0接口 Type-C接口 耳麦接口 后面板 49V电源接口 2.5G网络接口 4个HDMI 2.1接口 双USB 3.0接口 双USB 2.0接口 表面这是我们已经介绍过的防水抓容 相对于它的性能 整台机器确实不大 这里是Blink 0x GTR系列 一直都配置的指纹识别系统 可以通过指纹解锁进入桌面 我们要打开后盖 把机器拆下来 卸下4颗螺丝 提拉这个拉手就打开了 很人性化的 这是我们已经熟悉的 今年Blink 0x新品特有的背部散热系统 怎么取下来呢 我们已经有经验了 那我们来取吧 首先把中间下放这颗螺丝取下来 再把右上角这颗螺丝也取下来 最后把左上角这颗螺丝取下来 背盖散热系统就打开了 可以看到一个小风扇 还有一块NVMe专用的导热硅胶 看看内部接口的情况 两条DDR5 4800MHz的内存 品牌是金斯顿 一条PCIe 4.0 NVMe SSD 品牌也是金斯顿 型号是KC3000 我们会测试它的速度的 这旁边是一个空着的 M.2 SATA 3 2280插槽 可以插另一块SATA协议的SSD 注意 不是NVMe 是M.2 SATA 大家买硬盘的时候不要搞错了 这里是一块RZ608的 WiFi 6E加蓝牙的网卡 我们也见过不少了 好了 再没有其他接口了 我们把它复原装回 这就是我们要测试的 B-Link 0x GTR 6 6900HX迷离小主机 今天我们先来玩游戏 我最喜欢的低频线5 1080P低画质 都跑上了100帧以上 这完全不合适 赶快改1080P中画质 70帧左右 感觉仍然吃不满 最后使用1080P高画质 平均55帧以上 简直太舒畅 地平均是1080P极高画质 右上角可以看帧数 60多帧 接近70帧 爽得不得了 非常感應器 高质 快速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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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雄联盟 我们直接拉到4K极高画质 最后大团战平均890帧左右 没有问题 原神1080P高画质全部拉满 跑起来大概50多帧 可以啊 这就是当前非常优秀的 Radeon 680M核显 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 非常非常好 我喜欢的游戏的1080P 基本能唱完了 当然我们也跑了3DMark测试 Time Spy图形得分2459 看看这张排名表 画红框的地方是680M的平均成绩 但我们的实际成绩 已经超过了表上的第二名 Geekbench 5的图形测试 OpenCL得分31920 Volkan得分28030 是目前我们测试过的 核显的最好成绩 在与其他超高性能CPU的核显对比中 65900HX一记绝成 远远超过我们以前测试过的CPU 12900H和5900HX 都差的太远 FileStrike的记录也放在这 6995分 接着我们看看 Radeon 680M核显的视频解码能力 8K HEVC卡顿 8K 24针VP9卡顿 4K EVP9 是的 它最高能硬解本地4K60帧VP9视频 CPU平均占用1% GPU负责硬解的VIDEO Codec0 平均占用77% GPU负责用77000HX Youtube 4K60帧VP9视频流畅播放 CPU平均占用4% GPU负责硬解的VideoCodec0 平均占用79% Zen9-6900HXCPU 是AMD标压移动H系列CPU之中的顶级产品 我们想要测试CPU的生产力表现 继续使用Arctime添加字幕 并转码输出MP4视频文件 还是我们制作的畅网5825U的 原始不带字幕的视频 我们用GT26的Zen9-6900HXCPU来转码 看看实际效能如何 这里是100%使用CPU转码 最后结果是13分53秒 共计833秒 对比一下 其他顶级的AMD Intel CPU 基本也在800秒左右 6900HX相比5900HX差距微小 但是它要弱于Intel i9-12900H 接着我们来进行CPU测试 CPU-Z多线程5571.5 单线程662 这是我们测试的Blink GTR5-5900HX 它的多线程式5655.7 单线程629.2 大致和今天测试的6900HX差不多 Geekbench 5 多核9142 单核1637 5900HX多核8114 单核1548 在这个测试里6900HX赢了不少 CPU-Z多核11708 单核1590 5900HX多核11817 单核1488 两者几乎一样 Passmark多线程240052 单线程3534 5900HX多线程23333 单线程3329 6900HX超过了 但是不多 最后看娱乐大师 总分1182637 CPU得分612434 我们把它和前几周测试的 带独显的Minus Florem HX90G比较一下 HX90G总分121万 CPU得分62万 这两项和我们的Blink GTR6是差不多的 但是我们要知道 HX90G的独显得分是33万 超过了今天的核显得分15万一倍 Blink的GTR6是靠着DDR5内程 17万比10万 靠着PCIe 4.0的NVMe 24万比16万 才拉回很多分数 两者的娱乐大师总分才会接近 从上面的生产力测试和跑分测试来看 6900HX在CPU性能上和5900HX是在伯仲之间的 但它支持的DDR5内程 大家看这数据比DDR4要强很多的 特别是核显也要适用内程来做显成 这样我们的核显的性能就会得到提高的 稳定性是仅次于性能的我们最关心的问题 我们给小主机跑了3DMark Time Spy的压力测试 以总分98.1%的稳定帧率通过了 然后我们打开IDDR4 跑FPU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一开始就冲上了45W 整机功耗70W左右 但只维持了15秒 就下滑到CPU功耗38W 整机功耗只有接近65W CPU频率由一开始的3.7GHz 掉到并稳定在3.5GHz 整个过程里温度是缓慢上升的 CPU功耗38W CPU频率3.5GHz 一共维持了10分钟 温度也缓慢上升到了76摄氏度 但在11分钟以后 CPU开始降频了 功耗从38W降到35W CPU频率从3.7GHz 也降到了3.4GHz 温度也降回了73度 我发现稳定性测试的系统策略 完全就是在BIOS里设置好的 喜欢折腾的朋友 是能够通过修改参数 提高设备运行式的性能 比如损失的功耗限制 前10分钟的功耗限制 长时间的功耗限制 PCIe 4.0 NVMe硬盘测试 AS SSD Benchmark 读5437兆币每秒 写3679兆币每秒 总分7785 Crystal Disk Mark 读7029兆币每秒 写3923兆币每秒 这块金士顿KC3000 PCIe 4.0 NVMe SSD 成绩还是不错的 已经是我现在用的最快的SSD了 我们还测试了小主机的WiFi网卡 这次是RZ608 WiFi 6E网卡 跑到了838兆BPS 算是我无线网络环境中 很好的一类无线性能了 2.5G网卡 我们也使用了iPad 3测试了内网性能 不论大线程上传下载 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 都跑到了2.37G 跑满了带宽 这块2.5G网卡没有兼用性问题 Blink GT226 装置了Ryzen 9 6900HX 在Windows下的功耗表现如下 Windows下的待机功耗 9.8-12.7W CPU-Z最高功耗69.1W DeckBench 5最高功耗75.6W 设断Bench R23最高功耗72.61W PassMark最高功耗77.91W 娱乐大师最高功耗78.47W 室温24摄氏度的时候 待机温度33.8摄氏度 PCIe 4.0 NVM SSD的待机温度25摄氏度 DDR5内存 待机温度31.3摄氏度 保留节目是我们给Ryzen 9 6900HX 运行OpenWG测试 AES 705858 XX20 40206 Comark 367098 在Comark成绩上 6900HX其实和5900HX差不多 36万7对比35万5 这里的5900HX设备是指上一代的GT25 Blink 0x GT26 它装置了今年最新的Ryzen 9 6900HX 它肯定就是Blink 0x今年的旗舰级产品 从本身CPU性能上 6900HX相比5900HX升级不大 但是核显Radeon 6800M相对于VC8 那就是突破性的升级 这几乎是第一款能在1080P高画质下 畅玩大多数当前优质游戏的核显 这让GT26相比GT25有了质的飞跃 同时升级到DDR5 4800HX的内存 升级到PCIe 4.0 NVMe SSD 把GT26的综合性能拉高了一大截 也为整机在游戏上的出色发挥 打下了基础 但是我们要看到GT26的外形大小 仍然是和GT25保持一致 说明Blink 0x设定的这款小主机的性能时 可能并没有给予太多的释放 仍然是体积功耗静音的平衡去考虑 至于缺点呢 没有USB4.0接口算一个吧 旗舰应该有旗舰的配置啊 就给一个也行啊 至于4个HDMI 2.1接口 6900HX播放8K60帧视频 100%的硬结占用卡顿严重 就这样即使能够介入4台8K的显示设备 能做点啥呢 显示8K桌面吗 所以我认为4个HDMI 2.1 还是太超前了 6900HX本身的能力 带不动4录8K视频输出 也许两个 也许一个就够了 测试小主机这段时间 我也碰到了一些问题 比如预装的Windows 11 更新升级后 没有了微软商店 我只好自己用微软U盘安装 毕竟我的D平线5和4 都是在商店里下载的 我是不可能不用微软商店的 希望这些软件预装的问题 能够得到解决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